今天早上香港气温只有摄氏12.9度 是今年入冬以来的最低记录 五名学民思潮成员是持续在京中占领区来进行绝食 咒级人黄之锋昨天是传出血糖过低的状况 那么在医生的劝说之下喝了葡萄糖水 担心绝食同学们体力不支 六四学运领袖王丹也在脸书发文来表示 留得青山寨不怕没柴烧 希望黄之锋和他的战友是停止绝食 不过其中一名绝食代表卢彦慧则回应 正如王丹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宣布绝食 也没有立即听从他人的提议 停止绝食 希望王丹能尊重学生意志